嗨,大家好,我是Jeremy 在上一個章節,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 怎麼從職業愛的角度去了解自己 那在這個章節,我們將討論到怎麼樣去了解產業 而關於去探索了解產業呢 我又細分了五種方式 第一,像你要了解這些產業別 我覺得其實最直覺大家會做的其實就是 就問你的畢業學長節,然後問師長 就是你可以快速藉由了解自己的學長節 來去評估你原先的這條職宅方向到底適不適合你自己 是不是你真的想要走的 學長節都會給你一些很活生生血淋的案例 讓你去反思 然後第二點再來才會是了解其他產業 包含就是你可以去認識不同的領域的朋友 然後甚至第三點,你可以去多參加各式各樣的講座 那其實針對二、三點我有一個推薦給大家 就是現在Facebook的各種社群其實超級蓬勃 我舉個例子 你現在假設你今天是對遠距工作有興趣 你直接在Facebook的group 社團搜尋遠距工作 那其實就會有相關的社團 然後有很多有用的資訊 然後甚至是有各種各樣的講座 或者說你今天是想要了解社群經營的 那也有社群經營的 你現在要了解UI設計有UI設計 你想了解產品經理 用產品經理的 就是現在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以讓你去了解不同的人 然後他們都在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超棒 你要知道 十年前的Facebook 你只能拿來種田你知道嗎 就是每天去種菜 然後就是那樣子 但是十年後 現在你有一個這麼棒的資源 可以去鏈接你想要鏈接的人 我覺得超級棒 然後我這邊舉一個實際例子 我當初在從半導體工程師 轉到軟體產品經理 其實這個過程中 我是怎麼找的 其實我當初是 因為我剛剛提到 我開聯誼公司 那時候我就有認識一個 在軟體業做產品經理的人 然後我也是從他的口中才知道 原來這世界上有這麼有趣的工作 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去設計一個軟體 然後你又可以像賈伯斯那樣 在舞台上去介紹你的產品 我就覺得說哇靠太棒了 那我就想要去討論房做 對 所以一開始也是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這世界上有這個工作 而是藉由各種方式去認識這樣的人 來讓我去有這個機會去理解 這世界上有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到我身的實踐 所以也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第四個是 我蠻推薦大家可以用Likin Likin就是全球最大直以來的Facebook 它可以讓你在上面去建立各種社交人脈 當然可以去了解你朋友到底做哪些工作 然後或者說你可以去結交新的朋友 然後甚至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功能是 因為大家都會把自己的學經歷寫在上面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這個來去偷看你向往的職業 他們都是怎麼樣的背景 怎麼樣做到的 我這邊舉個實際案例 就是我之前有在 在評估要去蝦皮做Partner Manager 那時候我就發現新加坡的蝦皮 哇靠每個人都是新加坡大學 就是壓力就大了 因為最近看新加坡大學好像世界排名前30還前20我忘了 反正就是一個很棒 那時候我覺得在那時候的情況我就知道 如果是我要跟這些人相比 那可能我要更多的實戰經驗 或者是說我要更多的作品 來去印證我的能力是有價值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是 藉由去了解別人的求職歷程 其實也是對於你去掌握自己的求職路線 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也蠻推薦大家可以用LickIn 如果大家有興趣要互相就是 連結一下人脈 也歡迎加我的LickIn在這邊 第五個方法 多去面試 這個方法是針對尤其是新鮮人 像我當初其實在找地方工作的時候 一開始我要當工程師 但是我發現在市面上 工程師根本就是琳琅滿目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光半導體類的工程師就有 設備工程師製程工程師 各式各樣光怪陸禮的工程師 你都不了解 那對於新鮮人來說怎麼辦 那你就去面試啊 我覺得面試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率 去了解一個產業別 也跟了解每一個工作的一個很好方式 尤其是我自己又會有一個小心機吧 就是通常在面試網 我會去問 我會反問這個面試官 我這樣的特質 到底對這個工作上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疑慮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從面試官的口中 去了解這個職位 可能需要具備的人格特質是什麼 又甚至說 如果你又遇到的是比較有良心的 那他也就會覺得 你的人格特質可能更適合是做行銷或業務相關工作 而引導你去更適合你的 然後剛剛跟大家介紹了 了解自己 然後了解產業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第三個部分 那就是 如何掌握學經歷這件事 三 學經歷怎麼辦 如果你今天有學經歷 那就恭喜你了 那你就可以去找你的工作 但我當然知道 大家會來這邊一定是因為 就是靠我 就是沒有學經歷 我就是剛才找到我 我適合的方向 那我到底該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沒有經歷怎麼辦 啊就是扯經驗啊 什麼叫扯經驗 你今天會選擇 你想要做這個領域的工作 你想要做管理 或是什麼 一定是因為你過去在你的某個環節 你有接觸過管理想法的東西 你才會覺得有趣嘛 就是說這些一定是有連結的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做的方式就是 我相信一定有 你就是去思索你過去 到底哪些東西 是可以跟你想要 像網工作做連結 哪怕他肯值一個課堂上的 一個小型專案 或是一個作業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連結起來 寫到你的履地上 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你如果有認真去看 很多人的Lick in 他如果今天也沒什麼 你沒什麼豐富的經驗 那他就會寫 他在可能在學校 他有 他可能參加了一個課程 然後他就寫 他有很豐富的管理經驗 然後他帶來一個什麼團隊 就講得好像他做了一件事情很大 但其實可能他根本沒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很多人在這個職場上 他們會去包裝自己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當你發現很多人都這麼做 你當然 如果你自己有寫得很收斂 那其實我覺得 沒有人會看到你 所以有時候事實 你也要包裝你自己 所以第一點我要提的就是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相關的經驗 你要去思考 你過去哪裡的經驗 可以跟這個工作做連結 反正就是你要去扯一下 一定要 你一定要相關嘛 不然其實說真的 我今天如果是面試官 我看到你的履歷 我也不會想要看你 如果假設你什麼都沒有 你就直接說 我熱愛叫雞排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再來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我覺得其實很 第二點是找實習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看了這影片 你是大學生 我覺得你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覺得今天找實習 是一件超級棒的事情 你懂嗎 就是實習可以讓你快速的了解 你想做的這個工作 跟這個產業別 它到底的樣貌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它到底是不是適合 就是可以讓你快速在很低成本 可能兩個月或多少時間內 快速了解這個產業別 然後也可以讓你快速去體驗 所以我覺得實習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那當然這時候有人說 靠我直習找不到那怎麼辦 那你就去找那種 比較雷的公司實習 你懂嗎 就是有些公司就真的是很雷 然後他們可能也很難找人 那你就去做實習 那如果你是隨後說 我連很雷的公司也找不到怎麼辦 那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去跟用人單位說 你可以做免費實習 你就是當志工 然後可能做一兩個月 為了換經驗 我覺得這絕對值得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方式 是可以讓你去 湊到這樣的經歷 對 然後我真的覺得 大家不要輕易放棄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實際的方法 沒有經驗 真的是就抽經驗 或找實習 然後再來第三個方式 我覺得也是在這個時代非常好用的 那就是線上學習課程 跟一些實體的課程 因為你自己知道 現在的線上學習課程的內容 真的是太豐富了 哪怕是我們這些 可能已經在工作了好一段時間的人 我們其實還是會不斷的 在線上課程進行一些進修 然後線上也有很多很棒的內容 不管是國內外或者是英文中文 都有很不錯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 對於那些資源比較有限的人來說 我覺得線上學習 是一個非常棒的方式 你只要付一筆不用太貴的錢 甚至有些資源還不用錢 那其實你就可以 學習到很多很棒的東西 所以我超級推第三點 線上學習 然後再來第四點 第四點就是自修 自修可能就是你買書或什麼 這也是個方法 然後總共來說這四點 其實我會覺得也端看你的產業別 因為不同的產業別 可能要求的又不太一樣 有些可能要有實戰經驗 有些可能要你有過去的學習經驗 就是要求會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是 你可以再端看你的 你有興趣的職業類別 再去端看哪一種學習方式 是最適合你 然後我必須說 願意跨出這一步 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其實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你很有勇氣 我覺得你應該先給你自己一個掌聲 但是我也必須 正在務實場面 我也要說一句話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我們有天分 但是那種天分是 我們自以為自己有天分 我會建議 在理性的情況下設個停損點 舉例你可能就會設 在這個領域 你做個一兩年 如果假設你覺得 都還是不太起色 它可能也不是你真的熱愛的東西 它也不是你的天分 那我會建議你 真的就設個停損點 然後就再轉換 趁你還年輕 真的 因為我也必須說 現實上來說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像李安導演那樣 就是可以深蹲六年 都給老婆養 很多時候很多人有一些經濟的壓力 所以我會覺得事實的 理性設一個停損點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最後一個小總結 我覺得 人都是會迷惘的 藉由今天這樣子一連串的 從了解自己 到了解產業 到補足相關經驗 我相信對你的職埃一定會有一些蠻大的幫助 雖然這個過程有點辛苦 但一定要相信 幾年後的你一定會非常感激 你當初做了這個決定 真的 我自己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然後大家對於職埃這塊 如果有什麼任何問題 也歡迎就可以留言問我 然後我會就直接回應大家 然後 我是徐英傑 我今年29就930 我只能說 我這一路走來 我從來沒有放棄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當然 我現在也還是努力著 然後我希望你也是 謝謝 記得 如果你想要了解到更多實用的內容 記得訂閱按讚 跟分享給那些職埃迷茫的朋友 我相信這些內容是對他們很有幫助的